rose Alger of the 8th of 死 logs 我的天呐 我們又再一次見到雷弓了 79等 我覺得現在70等 對幫你來說 還是有點勉強欸 試試看吧 這一次我一定要抓到你 雷弓是雷屬性的 我記得雷屬性 用訂閱藉打比較有用 幫你有訂閱錫的嗎 等一下 我們先丟一顆先機球 會不會中呢 沒中 欸 超痛 怎麼辦怎麼辦 派出我們的班基拉斯好了 班基拉斯加油啊 逐步擊破 欸 有效欸 班基拉斯居然可以跟雷公對抗欸 我覺得差不多囉 我們先丟一顆好了 如果不行 我們再打他 先丟一顆高級球看看好了 果然不行 計時球 計時球 新任一顆 欸 又出來了 再來一個計時球吧 反正越久回合 越容易中嘛 欸 又出來了 回復一下 不怕不怕 這次買了很多藥 要開始嗑藥了 快 這麼多回合了 還不進欸 又出來了 班基拉斯直接去了 靠 怎麼辦 我覺得其他隻也抵擋不了了 他真的可以抓到嗎 我很懷疑欸 高級球 到底高級球有沒有用啊 高級球秒退欸 我天啊 秒退 真的是馬上進去又馬上出來 這高級球真的太沒用了 我計時球要扔光了啦 這次雷攻真的太不科學了 老媽 快點你進來 我帶你去吃炒飯 心之好料的喔 都幾回合了 那個效果呢 說好了越久 越有效果呢 我沒有感覺到啊 剩兩顆了啦 不行了不行了 我想要打他一下 撞了 有啊 我打你一下囉 我示威囉 你該進來囉 又出來 你到底要不要進來啊 我快瘋了 是只有我這麼睡是不是 我丟了這麼多顆計時球 是有沒有效果 我現在只是他高級球 是裡面感覺最有可能的球了 太扯了啦 這已經不是機率問題了 是他根本就不能抓吧 欸 大家有沒有都被騙了啦 這隻雷攻不能抓啊 他看似可以抓 但是他其實應該是抓不了的啦 沒了 我的高級球沒人了 太旺了 我的劇島怪死了 卡比獸出來吧 啊 哈欠可以讓他想睡 我們用哈欠 我們用哈欠 變得昏昏欲睡 來 睡吧 包包睡 好 又沒有計時球啦 我吃超級球了 睡著有用嗎 沒用 我們已經從白天打到快晚上了 黑暗球有點效果 我們就來耗時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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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比獸 卡比獸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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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麼只回那樣一點點啊 不 哈哈哈哈哈哈 再一次 戰敗在雷公的手上 我討厭雷公 我討厭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世界太殘酷了 嗯哼 天啊 邦尼 你居然抓到了班吉拉斯 和卡比獸 看來 距離挑戰道館的日子也不遠啦 今天的任務有兩項 第一 收服一隻可以載你潛水的寶可夢 第二 把力撞機 進化成為火焰機 這樣子 隊伍裡就有一隻強力的 格鬥系寶可夢啦 好好加油吧 掰掰 感覺自從來了長盤市之後 好像每一集的任務 都跟大海脫離不了關係耶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美日任務 一 收服一隻可以載你潛水的寶可夢 二 把力撞機 進化成火焰機 現在我們這一次呢 又要去潛水 邦尼呢 在身上已經準備好了我們的 夜市藥水 和在水下呼吸的藥水 有了這兩瓶藥水呢 我相信 大家在水裡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到海邊去吧 好啦 我們到海邊了 因為我們這次的目的呢 是要來尋找 可以在我們騎乘的寶可夢 讓我們在水裡也可以潛水 可是放眼望去好像沒有看到 什麼可以潛水的寶可夢耶 那我們還是把藥水喝一喝潛下去好了 整個喝下去之後 視線全部都變明亮了耶 天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海底下有什麼生物 你完全一覽無遺 我的天啊 出發 這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當初就應該做好藥水再來 才不會吃這麼多 苦 我們先讓噴火龍騎在天上看一下好了 這是什麼寶可夢啊 好像 都有點隨處可見耶 欸 看到了 馬上就看到了 是成龍是成龍 這裡這裡這裡 我在這裡下車 謝謝你師弟大哥 我在這裡下車 小成龍 你們給我游過來一點喔 游過來 不要越游越遠 原來成龍現在的名字叫做拉普拉斯耶 31等 火系打他應該是貝克對不對 試試看好了 龍之怒 還是有一點效果 但是他打我應該也很痛 再來再來 龍之怒 哎呀他快死了耶 我們先丟一顆 潛水球好了 欸覺得超有用 直接抓到 一顆潛水球 直接抓到拉普拉斯 而且我們的噴火龍還升等了 感覺心怡上得到了一點點的安慰 我永遠忘記不到剛剛 被雷弓傷害的心靈 對對對 從這裡下去 這隻是什麼 這隻好像是鯨魚的小寶寶對不對 猴猴金 沒錯 他會變成超巨大的鯨魚 我這隻我一定要抓到 翅膀攻擊 來來潛水球 欸我們的夜視效果沒了是不是 好暗 這拖出來了 我還以為上帝終於要聯名我 那我兩隻都是一顆就中 進了進了 雖然是小寶寶 不過跟你講 他很快就會變成大鯨魚了 我們先游到岸上 又是水箭龜 是BOSS 還是能抓的 是能抓的 36等 翅膀攻擊 欸不算有效 之後應該也要抓一隻草系的神奇寶 對 龍之怒 反而是龍之怒比較有效欸 先換一隻寶可夢 我現在不能換一隻打他很痛的 力量機一出來 就受到了很嚴重的傷害 馬上就體力不支了 欸逃跑了 果然剛剛應該先丟一顆仙基球的 怎麼可以讓你逃跑 想跑 我在想什麼 我不就應該先要把我的噴火龍回一下血嗎 用卡尼收好了 泰山壓頂 壓死你 啊啊 快死了 太重了太重了 可以丟了可以丟了 潛水是只要是水系都比較容易中是不是 我們直接跳過卡尼龜直接抓水箭龜 有沒有可能呢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計時球再丟一顆 我跟你講這一定是一個持久賽啊 看誰比較持久 潛水球 欸是不是要中啊 喔喔中了 水箭龜可以游泳啦 不好 這算可以騎我現在也拿不了他 前面又一隻水箭龜 超多的欸 欸等一下 等一下那隻好像不是水箭龜喔 他的砲比較大隻 欸是水箭龜 不過是BOSS級的 我們看一下 幾等啊 喔76等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 快走快走快走 對不起打擾了 不然我們可以先回去長盤室 把他們取出來 拿來海邊測試一下好了 現在邦尼呢已經回到長盤室 那我們就從電腦 現在把我們剛剛抓到的那兩隻 拿來看一下是否可以潛水 水箭龜跟巨藻櫃換一下 欸水箭龜居然還比巨藻櫃低等欸 我們先放水箭龜出來 如果他可以騎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就可以潛水 喔喔可以騎 而且他在陸地上也走超快的欸 這裡就有一片湖可以測試了 見證奇蹟的時刻 沒錯 而且我們的泡泡不會消失 而且在水裡也超清楚 看來我們現在連水下都通行無阻啦 現在我們還剩下第二個任務 欸 欸 那沒有天空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會是粉色的 怎麼這世界終於要壞掉了嗎 基於邦尼的好奇心 我決定去看一下 哇這世界終於要壞掉了是不是 喔不是啦只是夕陽要出來了 搞不好撇 只是夕陽而已 驚訝個屁啊 內撞機現在已經35等了 那看來應該再生羊等 應該也就進化了吧 我們去附近呢 討伐一下附近需要被討伐的寶可夢好了 這是妳啊 這是妳該去討伐 欸居然還自己找上門 天啊沒看錯這麼主動的欸 主動來送死 到底還是現在多少經驗值 就剩最後一點點了 快點 我們的栗狀機 具有食物 雖然食物等了阿利多斯 怎麼大家都這麼好戰 我都還沒丟球 他們就直接打過來了 龍之怒 栗狀機 你就快可以進化了 加油 火花 終於 終於進化了 因為發生了一些問題呢 本來應該進化的栗狀機 居然沒有進化 我想說 上一次不是有打了一顆糖果嗎 我們給他餵他吃看看 看他再升級 會不會進化 好像是已經錯過進化的時間了 太棒了 我們成功把栗狀機進化了 我想說 怎麼辦剛剛錯過的進化 是不是不能進化了 聚氣 聚氣不用 太好了 超級帥的啦 為什麼 一隻栗狀機進化之後 居然會變得這麼帥氣 太不科學了 還好 幫你剛剛心情一度很糟糕 因為覺得怎麼辦 錯過進化了 然後想到 啊 箱子裡面還有一顆糖果 說不定可以拿來試試看 沒想到 真的還可以進化 今天雖然呢 發生了 其實還蠻多意外的 不過 還好 我們最後兩個任務都有達成 沒有讓巧巧不是失望 好啦 如果喜歡幫你呢 請訂閱幫你的頻道 跟隨幫你的動態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讓我知道你喜歡這個系列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